那么6级的话听力和阅读 反正80以上 80也不够对吧 听力阅读80的话 写作得70才能到线 一般来说 我这里就写了86 怕大家压力太大 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奔着90来备考的 对吧你不可能说我正好考到230分 万一你差1分2分 那不也有可能吗 你就奔着90 但是你写作能考到70的话 那这个听力阅读呢 你就能考到你考到80分的话呢也可以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了 你就要看自己的情况 我是比如说听力阅读 我考到90更容易呢 还是写作考到70更容易 可能因人而异啊 但是呢我感觉这两个都不太容易的 考不到考不到6级呢 我觉得也也没关系 就看你的这个需求吧 你如果4级就够的话呢 那也没必要非得这个 对吧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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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啊 6级的话呢 我们考过那么两三次之后啊 你就你就能够 有感觉啊 你就能够知道 比如说我考到6级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对吧 比如说我好不容易啊 吃了命才考到4级 那你想考到6级的话那得多难 6级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可能一人而异了啊 有的人留学的时候啊 他考申请的那个专业可能需要6级啊 但这个东西你说考不下来也是没有办法的 对吧啊 当然谁都希望考的好一点 那么那么如果目标6级的话呢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重点不重点的 然后大部分都得大部分题都得答对 90分的话呢 那么就是错误5道题 错误5道题50道题中啊 那么这个我刚才看到大家写的这里的分数啊 有的人是这个连续两次140多分210多分啊 这样的考生呢 这个注意啊 你很可能是遇到了瓶颈啊 那么经常有考生会问我啊 老师我现在这个 现在是3级水平 比如说我上次考了过了3级或者4级 你看我下一次啊 备考一个月能不能过4级或者5级 就比原来多一点啊 但这个东西呢你要看怎么呢 你要看自己的这个备考的情况 这个对每个人来说不一样的啊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两个考生都考了150分啊 但是其中一个人呢 是备考了两个月 每天学两个小时 另外一个人呢是裸考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人的情况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一个人是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才考到4级 另外一个人呢 根本就没有怎么努力就考到了4级 那么你说这两个人下一次再备考的话 两个人都努力的话 他们这个可考到的这个成绩啊 也会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啊 我的意思呢就是假如说啊 你现在的这个分数 是你花了很多的精力啊 备考又上培训班考下来的啊 那么再想提高的话呢 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的 你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策略啊 然后呢 然后呢要避免 你说我们很容易会这样 就这一次备考和上次备考好像也差不多 你要这个想办法呢 这个克服自己犯错的那样的一些提 啊这样才可以的 好这是一个然后词汇